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私伴这次的打折信息 所有的折扣码还有折扣的时间 我都会放在信息栏 这一期视频会大概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所有Sephara最近的新品 我的推荐还有我的不推荐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在2019年这上半年 用到的所有的特别特别爱用的爱用品推荐 以及一些雷品的推荐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一次的打折当中 种草或者拔草 最后一个部分呢将会是我自己的购物车 然后呢在视频开始之前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 我这一次是不会下单的 虽然我的购物车里面有东西 因为各大品牌都会在年末 推出很多的超值套装 很多的新品 甚至是圣诞限量 所以呢我可能会利用 11月份那个八折再进行下单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考虑在什么时候下单哦 然后我们就赶紧开始 今天的视频推荐吧 各大品牌最近都在疯狂的 推出新品的粉底液 在所有的粉底液当中 我本人最推荐的是 Fenty Beauty的那一款粉底液 因为它的最大的好处是不暗沉 而且它只要35美金 算是在high-end的产品里面 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了 而且呢它非常的水润 还持久 在K妹最近的视频当中 它已经试用了这一款新的粉底液 它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干皮 看它的那一期测评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在所有的粉底液当中 我最推荐的是Fenty的这一款 下一款新品呢 我推荐的是 Olaplex的No.7发油 它里面有个很强的修护的作用 你如果是染烫发质 或者一些受损发质的话 这款发油呢 对你的头发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它们家的No.4的 那个洗发液 我是有在用的 洗完了之后头发 非常的蓬松 而且要顺滑 因为我很懒 我是不用护发素的 所以呢我觉得它们家的 洗发液已经可以保证我头发的健康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Olaplex这个品牌 然后它们出的这个发油呢 我会想试试看 下一款新品 我特别想推荐的是YSL新出的这个Lip Stain 但是呢 它们的很多网红色号已经全部都断货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抢抢看 如果你实在抢不到网红色号的话 也可以在剩下的色号当中选一款 你自己喜欢的 下一个呢 其实是一个老产品的新包装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尤其是干皮在冬天非常喜欢的这个handover的primer 它们家出了一个新的super sizehandover primer 然后是比以前的量要大很多 而且我觉得性价比也很高 在这一次的打折当中 如果大家很中草之前呢 它是Denona出的sunset palette 或者它最近新出的coral palette 和那个mini的五色的chopic palette的话 都可以在这一次下手 我个人是不会买sunset palette或者coral palette 因为我有很多很类似的颜色了 不过我也看过很多的视频 觉得这是一盘很适合入手的影影盘 如果你没有相近的颜色的话 下一个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NARS的wanted palette 它们又复刻了 所以这一次打折的时候 如果你想收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把它收入囊中 现在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三款 这个套装 我比较喜欢的三款套装 是这个Colus的Vitamin C的 这个野玫瑰精油套装 它里面还有一个同款的moisturizer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款面油 我之前在一个套盒当中 用了一个4毫升的小样之后 我就立即购入了它们家的正装 我喜欢它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的这个面油的质地 非常的轻薄 我觉得它当中有百分之大概 七十五是水吧 然后剩下百分之二十五是油 就是在你的脸上能很保湿 可是一点也不会觉得腻或者油 然后推开之后也特别的好吸收 关键是我觉得我有看到一点点 它美白提亮的效果 就今年夏天过去 虽然我的就手臂有黑不少 可是我的脸上就确实是没有怎么黑 并且我平常在白天的日照时间还是挺长的 我是能看到它的一个美白提亮效果 而且它的使用感和香味都非常的宜人 所以这一款Colus美白面油的这个套装 我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而且它的价值也是比较的实惠 因为我接到它这个正装的三十毫升的面油 好像是要五六十美金的 然后这个套装的价格就比较优秀了 下一个套装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 这个Estee Lauder雅士兰黛 他们家的这个小棕瓶套装 价值是九十美金 它的售价只要六十五美金 再加上八折再加上反例 我觉得非常划算 它里面包含了一个Advanced Night Repair Eye 就是小棕瓶的这个非常经典的眼霜 然后加上Advanced Night Repair 也就是这个小的小棕瓶的中样吧算是 然后再加上一个他们家的一个 睫毛膏 我觉得如果你本来就很重草这个小中平的眼霜 然后因为他们小中平的脸精华 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这个套装就还蛮适合你的 而且他们家的这款Mascara我有用过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在八折的这个期间 购入这个套装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然后最后一个套装呢 也是我自己最中草的一个套装 是Sephora家的这个Clean Makeup 还有Hair Care Set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特别想尝试的产品 并且呢它的中央的量并不是很少的 所以呢我很想试一下这一个套装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Bruge有加的Don't Dispair Repair的这个发膜 是很好用发膜 然后当然也有一个pharmacy的小的一个 像是旅行装的卸妆膏 还有我很喜欢的Herbivore这个品牌 加的一个Exfoliating Glow Potion 这个我也想试一下 还有那个Youth to the People 最近很火的这个品牌的Superfood Face Wash 他们家这个洗脸的位置都很想用了 Ren他们家的AHA这个Tonic的一个提亮的 算是有一点刷刷成分的一个水吧 我也想试一下我耐不耐受 一个Caudalie他们家的这个Vinyl Source Moisturizing Sorbate 这个我以前也是用过的 我都觉得还不错 Supergoop专门做Sunscreen这个品牌的 一个15毫升的小防晒 我也想试一下跟我就是合不合适这样 而且他们这个Clean Makeup概念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这一个套装是我这一次最想要 这两款分底液我都是非常的不推荐的 因为呢我自己在夏天算是一个混油皮 然后在冬天算是一个干皮 我自己的功课会去看 BOTH干皮和油皮的博主 对于这两款分底液的测评 看了一大圈下来 干皮的博主觉得它有一些干 有一些卡粉 油皮的博主呢 又觉得PATH这款分底液脱装脱的非常的快 在四个小时的时候基本上就浮的不太好看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分底液肯定是夏天也不适合我 冬天也不适合我的 如果你们是一个干皮的话 可能就不太合适 如果你们是一个大油皮的话 这款分底液也不太合适 没有那么空用 所以是比较合适中性级 所以我觉得这款分底液它并不是适合大多数的人群的 所以我不是很推荐 Urban Decay这款分底液呢 它是比较干又比较容易卡分卡门 所以马上要进入秋冬了 我自己快要变成干皮了 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去尝试的 如果你真的非常的种草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店里找一个小样 试一下是不是和自己再决定要不要购买 然后还有一款我不太推荐的 粉底类的产品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是那个Makeup Forever的那一款粉饼 就是很活那一款 之前呢我被台湾的博主Katty种草了 然后一直很想要 然后后来我的妹妹她购买了 我就有试过她的 但是她的妆效令我有一点点一言难尽 就是感觉是有一些失望的 因为我在夏天其实是混油皮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适合混油皮的 可是我的脸颊这边可能会泼干 也许是那一天我的皮肤状态也不太好吧 然后我就用在这个两颊这边 它就很明显的卡分卡纹了 而且会令我的法令纹看上去就是很干 很显法令纹 所以我觉得Makeup Forever的这款粉的话 可能不太适合干皮吧 反正它在我干的地方真的会很卡很干 这三款产品的话 虽然很火 但大家也要酌情就是考虑一下 然后第二类的产品呢 其实我一直在我的视频当中 这是第一次说 我绝对不会购买任何Anastasia家的 或者是Tart家的产品 因为他们以前出过这个乳华的事件 因为我在国外比较久了嘛 所以乳华的事件一旦出了 没有官方的非常正式的道歉的话 我是肯定不会再花钱购买任何这两家的任何产品 我也不会在我今后或者之前的视频当中 再提到这两个牌子了 第三个部分呢 是我觉得在Sephora购买并不是最划算的一些品牌 比如说Charlotte Tilbury 他们在英国的网站Cull Beauty上面的定价 就首先是Sephora的大概一个八折到九折的定价了 然后Cull Beauty上有的时候有一些八折优惠的时候 买CT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 所以CT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在Sephora的官网上面买 还有就是兰扣 兰扣他们家还有S.D.Lotter他们家都会在官网经常的有很多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Sephora也不是购买他们的最好的一个网站 就是Two Face和Georgia Armani他们家的彩妆 我也不是很建议在Sephora上面买 因为Armani他们家经常会出一些七折的活动啦 有一些产品有的时候打折的力度真的很大 而且有的时候口红也会打一个半价的折扣 我就有抢到半价的口红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更应该关注一下 Armani他们家官网的活动 Two Face呢他们家的官网当然是经常的六七折啦 完全没有必要在Sephora上面购买 好然后第四类我不建议大家这一次购买症状的是 所有含有酸或者是Retino这个成分的一些产品 最近Pharmacy啊还有Drunk Elephant都出了一些刷酸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很多人也很种草 我看到网上的很多测评是不耐受 然后结果皮肤大面积过敏 皮肤大面积暴斗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你没有刷过类似的酸的情况之下 或者你没有刷过这么浓的Retino或者是酸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去要小样或者你买中样 去看一看你皮肤到底带不带瘦 然后再下手购买你的这种状像 第二个部分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在2019年的上半年 我用的最爱最爱的一些产品 然后还有我用的一些比较鸡肋或者比较雷的产品 给大家种草在拔拔草 首先先从爱用品开始 今年上半年我用的最爱的moisturizer 就是Ernord Laszlo这款豆腐霜 它的质地其实更像希腊的浓稠酸奶 就是让你觉得厚厚的 可是它上了脸之后 在我这个夏季会用皮的脸上 很快就吸收了 而且非常的清爽 不会有任何的黏腻感 就没有任何负担 然后搞得我就一直想去不停的挖它 挖上脸 所以每次用的时候就用好多 然后现在已经进去了一个巨大的坑 我觉得再过个两三个月可能就要坑平了 我非常希望没有试过的同学 如果你也喜欢轻薄的这种moisturizer 又能保湿的话 强烈的建议你可以试一试这一款非常大火的豆腐霜 顺便把它们家的一个面膜也说了 这个是Ernord Laszlo家的这个 Hydrotherapy Memory Sleep Mask 它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像果冻状的粉粉的质地 然后如果你挖过一勺的话 你再把它放回去 第二天它又会变回一个很平平的这个表面 那个质地也是非常的水润轻薄 就是很gel状的这一种睡眠面膜 就涂在脸上也不会有太过重的负担 但是还是会感觉到很水润 是有一点点存在感的 还有一款今年19年我用到的很喜欢的面膜 是这个Fresh家的红茶Instant Perfecting Mask 它的质地是跟土豆泥一模一样的 就像你把土豆泥抹在脸上 然后它的功效是soothing 还有一个提亮 还有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你的skin变得很软很嫩 然后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它在脸上是一种冰冰凉凉的薄荷感 就很适合夏天用 所以我这个夏天就特别喜欢用这一款面膜 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 所以你刚用完之后会感觉到脸明显的软嫩 而且体亮了很多 在你重要的场合化妆之前 你可以敷一下这一款面膜 我真的是很喜欢 然后下面推荐一款水 是来自于这个我很喜欢的品牌 Herbibor家的这个 我讲过很多次的 Rose Hibiscus Coluna Water Hydrating Face Mist 它的这个mist呢 并不是很稀的那种 是那种还挺冲人的那种 可是它这个水真的太轻薄了 就跟凉白开一样 但它的保湿效果也是不错的 非常非常爱它这个野玫瑰的味道 它的玫瑰味一点也不像是那种 人工相亲的味道 而是那种真正的野生玫瑰的味道 很refreshing 而基础保湿做得很好 所以这个品牌我强烈的推荐 还有个非常推荐 非常喜欢的面霜 是我在Look Fantastic买东西 它送了一个套盒里面的 是这个Avant这个品牌 是叫Avant吗 Avant这个品牌的一个晚霜 它里面是有shear butter 还有hyaluronic Vitamin B3 Sea water Seaweed Almond 这些成分 然后它是眼睛和脸部都可以用的 它就是很典型的润而不腻 它挤出来是比较浓厚的一个质地 但是是那种很滑顺很好推开的 你推开的时候会觉得 它是那种很厚的质地 可是就像豆腐霜一样 它很快的就被吸收了 并且你觉得你的脸非常的软嫩 一点都不会有那种厚重的负担感 我就很喜欢这种润而不腻的产品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很小众的 也是一个赠送的产品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一个晚霜吧 下面推荐一些眼部产品 首先是这个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精华 屈服种非常的有效果 就这么一句话 而且它量多 这个价格又便宜 非常的划算 我觉得这瓶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完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轻薄 就是涂开之后很快就吸收了 就像薄薄的一层水 这个眼霜是Schematica的这一款 叫做TNSI Repair 我最喜欢的热而不腻的质地 但是它不能用在眼皮上 只能用在眼下 就是那种极其好推开 很薄很薄的质地 但是却非常的滋润 而且用了这个中央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各方的感觉都很好 也没有脂肪力那些 然后又轻薄又滋润 我就很喜欢这个 头发的护理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叫做Caviar Anti-aging 是一个Replanishing Moisture CC Cream 它虽然是叫一个CC Cream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头发的那种 免洗的 发膜 那种润发乳 然后就是在你洗完头发之后 可以抹的 或者在吹头发之前可以抹 或者你在头发特别干燥 或者毛糟的时候也可以抹的 然后它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很芳香 然后很那种 很花香的那种 很清甜的味道 特别的清爽 然后涂在头发上 不会让你的眉跟头发 就是全部粘在一起那种 而是那种很清爽 很水润的那种质地 之前我说到的 那个Olaplex 这个品牌的 No.4的这个 Bond Maintenance Shampoo 然后它是那种一点点就可以 搓出很多很丰富的泡沫 然后冲洗的也很干净 而且在你洗头发的之后 你会觉得头发变得非常的柔顺和蓬松 我一般用它的话 我就不怎么用护发素了 因为我比较懒 对 你们最好不要学我啊 我已经在我频道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就是Christophe Robin家的这个 玫瑰海盐的这一款 嗯 洗发液 用的方法还是要注意的 就是我一般用的时候是会把头发先全部打湿 然后在头上分出这个几个区块 然后用少量的它去 嗯 或者一点点水 放在你头发的头皮的这条线里面 然后去揉搓它 你可以把你头发分成好几块 然后都往它那个发根的深处抹 然后你的头发的发根就会变得非常的蓬松 可以维持个两三天 不是像之前的那一款Original的海盐 那么的容易让发尾干燥 它是不仅能让你的头皮很清爽的同时 它也能往后下面的头发 让你下面的头发不要那么的干燥 这个有点对 有点恶心 但是它这个 哇超好闻 也是那种野生玫瑰的味道 然后我差不多用的只剩三分之一了 我之后是肯定回购 会回购的 而且会试一下他们家其他的产品 下面呢我来给大家推荐几样 在2019年上半年 我自己都特别喜欢的彩妆方面的爱用品 然后首先如果你想在这个八折的时候 收这个Tom Ford的眼影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两个颜色 一个叫做Pretty Baby 当然了 这一个颜色还是比较挑人和挑肤色的 因为它的冷调偏重 容易显脏 我觉得如果你是粉色基调的肤色的话 其实可以试一下这一块 因为它的亮片还有它的这几个颜色 都特别的很特别 就是一看就会知道是用Pretty Baby这一款画的 就是非常的有它自己的独特性 然后还有一款呢 也是这个还蛮火的 这一款叫做African Violet 它这个颜色呢 比网上的那些颜色 实色啊 还有网上那个照片 看起来要柔和了很多 是不是 因为它的实物 没有网上那个颜色 冲击力那么大 颜色饱和度没有那么强 其实它上在眼睛上面 就是还是比较柔和 不是那么跳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的亮片 还有它的这个橙色的这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也都很漂亮 亮片也很特别 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收一些汤 或者其他的颜色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们最近也有新上新的新色 叫做Body Heat 它有个叫做Suspicion吗 Suspicion是比较金色的 Body Heat是比较那个红棕调的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 做一个试色看一下 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收 品是来自Milk Makeup的 这一款高光棒 我呢 这个是一个小号 我的中央了 它那个原装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高光棒 它那个体积 我觉得有点过大 你们可以看看 有没有迷你款的 鞋带首先特别的方便 而且它这个高光 是我喜欢的那种 特别水光感的 就是一点也不会显山露水 可是呢 又能给你一个很自然的 这个光泽 而且它比粉妆的高光 更不容易卡毛孔 更会显得是你皮肤里面 自己偷出来这个颜色 所以底肩这边再补一点 而它用起来 其实也挺方便的 就是你也不需要任何刷具 你直接这样涂上去 它也不会就是 破坏你原来的底妆 然后或者呢 你也可以用手这样子涂上去 然后轻轻地按在 你想要上高光的地方 它的颜色就是那种 非常水光 有一点点小香槟的这种亮色 我觉得它是蛮适合我们 很柔和的高光吧 反正我真的是还蛮喜欢的 我喜欢在我的额头的中间 都可以赖一些 因为我额头中间有一点凹 你看 这样 就是非常的 清淡的一款高光 可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无论是它的质地 它的便携度 还是它的这个颜色 下面我要推荐的是 Mac的一些产品 我知道在美国 好像Mac是没有上 Sephora的 可是在加拿大的小伙伴 你就可以在Sephora 买到Mac的产品 所以我还是想在这里 稍微推荐一下 Studio Fix Fluid SPF 15 色号是NW10 算是一个比较白的色号了 因为我知道它会稍微 有一点点氧化 然后这一款粉底液 也就是我今天脸上用的 这一款粉底液 我觉得它的贴附性特别的强 并且它能长时间的 服贴在你的脸上 不会有那种很厚重的妆感 我在夏天是一个混油皮嘛 所以我在夏天 是非常喜欢用这一款粉底液的 它的持妆效果很好 而且它不会让你感觉到 就是妆感很厚重 它也不会去给你卡粉卡纹 虽然说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水润的质地 它还是比较油肌油好的 但是它不会在我眼下 或者在我别的地方 就是卡得很深 而且它的持妆力真的是不错 然后我买的色号比较白嘛 所以暗沉了之后 也不会显得整个人很黄很白 很没有气色 所以这一款粉底液 真的是我超级超级爱的一款粉底液 又一个我很推荐的 很喜欢的MAC的产品 是MAC的这个 BREP&PRIME的一个润唇膏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透明的润唇膏 然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我觉得它好用之处是在于 它能很快速地把你那个很干的嘴巴 弄得可以让你上口红 所以呢我经常在录视频之前啊 嘴巴比较干的时候 或者是在睡前 我会稍微想涂一下这个润唇膏 而且呢它就是涂在嘴巴上 也不会影响你后续的口红的妆感 之后也不用再把它擦掉 就可以直接上后续的口红了 最后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知道 也是一个很火的产品的 也就是这个MAC的BREP&PRIME FIX PLUS 这个定妆喷雾 我的就是Original这一款 水出水力啊就是比较夸张的 所以你最好离得稍微远一点去喷 但它的定妆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它的味道就是不会像Urban Decay那么的讨厌 然后它是在你上妆前的时候也可以喷 上完妆之后也可以用作定妆喷 我就算是还是几合一的这个功能吧 并且呢它可以喷在一些刷子上 去沾一些比较亮片或者比较非粉的眼影 会可以增加它的这个饱和度和亮度 然后它是一个偏亚光的妆效 但并不是完全的雾面的 并且它很好的就是说 它能把一些比较干的粉底液啊 或者是你上完的一些散粉啊 给你完全的融入进你的皮肤 然后下面我想跟大家说一些 我比较不推荐的护肤泡面的 比较鸡肋或者一些有点雷的雷品 好 第一样是这个Almavita的这个黄后水喷雾 它这个喷雾肯定是非常的细了 就是真的是很不错 而且这个香味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比较有高级感的精油的香味 可是我为什么不推荐它呢 这个虽然已经是我的第二瓶了 可是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不是非常的高 因为它有点过贵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那么的推荐它 因为在比它便宜的喷雾产品当中 有很多都是很不错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花那么多钱去买一款最基础保湿的喷雾 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奇怪 就我为什么会不喜欢这个红瑶精华 之前我还挺喜欢的 但是在我发现用过了第一瓶 然后换成第二瓶的时候 还有包括红瑶精华这个眼霜 它们都有一点 我看不到什么效果啊 只能说在我脸上也没有那种很保湿 然后也没有很维稳的效果 我觉得我在用这个红瑶色脸部精华和眼部精华的时候 我的皮肤并没有像我之前用厚的重身蜜贴啊 或者用一些其他的精华的时候那么稳定了 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吃了果果会冒一两个痘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看出它们俩的特别大的效果 红瑶色脸部精华吸收还是挺快的 可是这个眼部精华就有一点点吸收的很慢 不吸收那种感觉就总是觉得在眼周滑滑的 一定要涂上了眼霜之后它才能慢慢的吸收 就不属于像兰蔻大眼精华那种吸收很快的水产品 可能现在在斯布兰还暂时买不到 但是我一袭想把它也说了吧 因为这也是2019年上半年的 我用的比较不推荐的产品 这个香提卡的Vital Essence我不太推荐 因为跟红瑶色精华一样 我不是特别能看到它的效果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有两三个月了 我就不是特别能感受到它的效果 然后上帝卡家的话我更推荐他们家的花眼面霜 然后这个是Defone家的这一款 Hydra Skin Intensive Skin Hydrating Serum 然后它的话我不推荐的原因 并不是它不好用 它非常的保湿也非常的轻薄好吸收 可是它真的用的特别特别的快 很容易就用完这是我第二瓶了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非常的低 所以我也不是很推荐这个产品 希尔氏的这个Midnight Recovery Concentrate 就是他们家还挺火的那个 一款就是修复型的面油吧 算是一个精华 但是呢它是油状的 我觉得在夏天用的话 就是真的过于厚重 因为它是那种油护在脸上的感觉 所以虽然它的效果很不错 修复力也不错 但是我可能更推荐在冬天用 就是夏天如果你中早这个的话 可能先就暂时先hold on一下 不要买 然后等到冬天再买 因为它确实是挺油的 好终于说到最后一个部分 已经是老王的购物车里有什么 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这一次我是不会下单的 因为很多品牌的新品 还有圣诞限量都会在年末的时候才放出 所以我可能会等到 下一次的11月份一并下单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购物车里面有什么吧 我已经累的坐下来了 首先呢我有个这个Dermalogica家的一个套装 是他们家这个非常有名 德国的Lure讲的这个 Daily Micro Foley and Exfoliator 它是一个像粉状的那种截眼粉 还有一个比较小瓶装的 这个15毫升的Dermalogica家的卸妆油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同时试到 他们家的这两个产品 他们加在一起的话是才19美金 这样打折八折的话就真的是很划算很便宜了 囤一个这个Pharmacy的震妆的卸妆膏 还有呢我这一次Pamacross家的底妆的新品 我唯一想要买也许比较重草的 就是他们家的那一款散粉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测评的时候 他们有说这一款散粉非常的轻弱无物 就是说你上脸了之后 它那个妆感非常的不重 就显得像没有上过散粉一样 可是又帮你就是填进了毛孔 还有也有帮你塞你的底妆 我觉得Pamacross家的这个新散粉 听起来有一点像Hourglass家的那个 我最喜欢的散粉 所以我准备买这个散粉来试一下 我还想要买一个这个 Dr. Dennis的这一款 毛孔的调理水 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会不会好用 这个还要具体用 我再跟大家说 但是它在斯芙兰上面的评价 它确实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也属于一个 Skin Care的新品嘛 我可能会试一试 这个Biosense家的这个眼霜 就是有角莎西和这个 Marine Algae Eye Cream 我觉得它的评价是很不错的 而且还有属于Clean Makeup嘛 里面的所有的成分也都十分的天然 然后Biosense这个品牌 我自己也很喜欢它品牌的这些理念 然后角莎西又是一个这种修裤型的成分嘛 所以我还挺想试一下这个眼霜的 因为有一个人在下面说 他以前一直是用Shisado的眼霜的 也是刚刚30岁 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推开 而且非常的Smooth 而且非常保湿 他觉得它比Shisado的任何一款眼霜 都要更加的moisturizing 他用过最amazing的一个产品 将近200多的评价 都是四星和五星 所以我觉得这个Biosense的眼霜 应该还是值得一试 以上呢就是我推荐的所有的新品 然后我不推荐的产品 还有我19年上半年 用过的所有的M品和雷品 以及我购物车里面的一些产品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然后能对大家最近的一些购买有所帮助 下一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